蒲黄 这个是水生植物 长在水里边的这个蒲 或者叫做香蒲 东方香蒲或者香蒲 那么它这个 这个花茎出来了以后 那么上面就是有一个圆柱状的这种花 就像这种蜡烛状 作为民间把这种植物又叫做水蜡烛 它这个花就像蜡烛一样的 下面一个柄 上面比较粗圆柱状 把这个 它的花粉收集起来 这个是金黄色的 所以称为蒲黄 是香蒲这种植物 黄色的花粉 作为药物使用 所以药名就称为蒲黄 蒲黄 那么蒲黄呢 也是一个化育止血药 所以它有止血和化育 两方面的功效 作为一个止血药 深用的时候 深用的时候 那么它便宜是化育止血的 草用或者草碳呢 它也是便宜收敛止血的 也可以广泛的用于各种除血症 既可以内服 也可以外用 把这个蒲黄 不管草的或者生的 直接把它撒布在山口上面 用力加一点压 或者包扎起来 它也可以外用 也可以止血的 也可以止血 所以不管内服外用 都可以使用 是一个比较使用广泛的 这个化育止血药 也是止血不溜鱼的 它的药性很平和 所以对于这个除血症 那么有热的 没有热的 其实都在用 都在用 那么作为一个活血化育的药 那么它主要是用于 鱼血疼痛症 它治疗的鱼血疼痛症的 部位呢 比较局限 主要是用于 这个胸腹部 在古代文献当中 更多的是用于 腹部的鱼血疼痛症 比如说这个 腹科病的 鱼血疼痛症 包括产后 在近年来 有的也用于 这个关心病的心脚痛 所以它主要就成了胸腹部 胸腹部 那么肢体的鱼血症 传统用的比较少 比如说风刺避震 跌打省伤 床庸肿痛 这些鱼血主要在肢体 不在内脏 不在胸腹 这个药不太常用 不太常用 当然近年来 把这个脯黄 作为一个降血脂 那么可能就不局限于 是在内脏了 那个与活血化瘀 应该是有区别的 所以作为一个活血化瘀药 主要还是在胸腹部 尤其是虎部 产后的一些鱼血疼痛症 相对来用得多一点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药 在子学和化瘀 两个方面 另外它有那个力尿通灵 那么可以用于这个磷症 对于磷症 和这个子学化瘀 结合起来 最适合于血瘾 比较适合于血瘾 当然没有血瘾的 它也能用的 其实 但是这个药物 利尿的作用不明显 主要在于改变 尿道的瘾血疼痛的症状 改善这个症状 尿量增加不多 所以还要和一些 这个利尿通灵 比较明显的一些药物 这个配物在一起 所以刚才说的 小剂常常治疗血瘾 那么小剂瘾子里面 也有瘤黄的 所以它也是 这个对血瘾比较常用的 那么现代年就 瘤黄也是能够明显的 收缩子宫 所以对妇科的出血症 比如说产后 这个瘀血引起的腹痛 那么就利用了这个铁肠 当然它的使用主义 反过来说 因为收缩子宫 那么这个润腹 就不逆使用 当然整个活血化瘀药 都不逆使用 那么这个药 有的认为它很非常平淡 所以这润腹 有时候也在用 实际上它的子宫 是比较敏感的 那个明显收缩 所以这个 我们在书上 使用注意里面 也是把它充分地强调了 这个所谓 这个这一节 不重要的一个药 大家知道 这么一点情况吧 尤其是它 所谓一个止血药 止血不溜于 因为平活 使用广泛 但是能够通灵 那么血灵常常使用 能够收缩子宫 所以子宫收缩不良的 出血症 在当代 也是非常常用 其他方面就没有 什么明显的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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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